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使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 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是世界时事多的第一则新闻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原来这位是英国新任的外交大臣林德卫 David Lammin 他说要重新审视对华关系 而且 这是他原话重新审视对华关系 可能变差变好也有可能 但应该他这样说,应该是想着改善 但美国也这样 当然美国没有重新审视 但有些改善,或者大家在竞争上 设为难有什么出奇呢 而且最生气的是什么呢 原来英国媒体爆料 林德卫准备访华 有什么问题 我也想不到有什么问题 原来这个媒体就说 因为看到意大利总理梅洛里 上个月底访华好像不错 是不错的 最有趣的是他女儿一跟了他 他女儿的妈变妹挺有趣的 人家说你对中国印象如何 他说很好 因为原来他同班同学有中国人 就说他去一去 而且挺有趣的 而且有些人执着他不说大陆 我们也说过他说马可勃 他说丝绸之努 其实现在他也是重启和大陆的关系 所以现在英国重启和大陆的关系 是正常不过的 原来作为新任外交大臣 如果成行的话 将会是外交大臣过去六年第二次访华 应该之前是其占命作为外交大臣去那次 没有记错的话 这次也是跟随欧盟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 中利梅洛尼的脚步 之前梅洛尼访华期间 是受到热情的接待 而且收获都挺好的 因为很多的中资都说OK 签了一些约约就说准备 去意大利的车厂投资 梅洛尼也跟意大利媒体说 我们非常满意 这次访华之类正 在访华 访问上海期间 他就说重新平衡 对华关系正确要做的事 按照意大利这个官方媒体就说 梅洛尼也指出 国际上不安因素增加 中国是应对这个巨大变化的一个实体 所以对话相当重要 跟林德卫一样是对话要接触 所以就要去中国 去中国他就没说 但他就说要重新评估关系和要接触 这是他的原话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小小事有什么生气 他们就是认定了一样 我又觉得很奇怪 他就是觉得保守党是反华一点的 就是觉得公党在共产党 保守党也有派人去 其实他就去了中型制 对啊 对啊 改革党更好 改革党最重要 法拉奇去了香港 其实个个都是这样的 是否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棋看不到呢 或者凭着英国金时金刻的角力 是否可以压制大陆呢 其实正常英国人应该觉得不会 是吗 当然 梅诺尼亦都说希望和中国发展 尽可能平衡的贸易关系 就是你来投资吧 当然 这个司纪然应该看到 对面欧洲大陆意大利人会做的 我也没有执思 没错 其实司纪然 他现在也向欧盟谈斜一点的 因为他没有历史包袱 他不是脱欧政党 是吗 这个没办法的 今天我听了一个评论来自台湾地区 他说地理是决定你的国云 亦决定你国家的政策走向 是的 好像大陆的地理位置和美国的地理位置 应该是一定的竞争 应该也是 但是看大家怎样可以 竞争当中有合作 大陆就觉得我们合作 但是美国不肯 是吗 美国不肯 司纪如其实选之前 他也说工党将会对 英中关系进行 在全面的审查 了解来自英国的挑战规模 亦会根据审查结果 采取行动 作为英国历史商第一位 南美裔的外交大臣 其实这位阿哥 林德伟曾经许下承诺 如果工党赢得大选 就会在新政府组成100天内 重新评估是英中关系的 这也是很正常的 这位林德伟是南美裔的 但其实他是来自龟亚拿的 龟亚拿 他是家人 他的家人 他家人来自龟亚拿的 南美洲北部 其实他是南美洲少数以英语 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亦是英联邦国家 你记住他不是法宿龟亚 法宿龟亚是法国的 那就是不同的 其实他也是伦敦出生的 例如说 看不起他是土生土长 他有英国国潮 当然不可以用出身论来形容 但你要知道 英国本土人的想法 跟你们差太远 究竟为什么呢 你经常说 某宗教人士跟英国人 差很远的想法 难道你跟别人有很近吗 你也不是好很多 你也不明白 英国人当地的民情 对呀 民情就是公党大胜 对呀 原来林德伟就认为 面对中国禁灾的国家 英国虽然有连贯一致的政策 并且表示新卫城政府 疏于同中国获得 其实真的很少 你想想 周也见过杂生 加拿大虽然是抗中分子 赵美兰也有去的 对呀 赵美兰也有去的 新西兰也有跟中国接触 但现在新西兰的 江头总理有时候都是暖差的对话 不用说了 澳洲总理也见过杂生 也见过 而且外交部长也经常跟王毅有往来 但英国真的比较少 你看看五眼集团 英国真的比较少 会不会是因为英国 他始终保守党下 以前的Boris 就制造了BNO visa 所以现在有个新政府 可以这样说 新政府没有了历史包裹 不是我搞的 脱钢不是我搞的 以前的东西也不是我搞的 面对如此重要的国家 其实这个 是林德伟的安慰 我们不接触是 不可能的 他亦是日前说 主张各部门 积极和中国展开全面对话 那和英国一样 不过他们就很生气 BNO 立刻火军 火军 而且他们要访华 为什么访华 想不到法拉奇去香港 在文华东方 喝下午茶也会被罵 你不是很残忍 要他票债票上 对啊 他选到 有时间再选 几年后 不知道他们能否入职 这真的不知道 他亦强调 工党会重新审视对华关系 是会保持政策一致性的 才不会像保守党那样 对华政策反复无上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反复无上 他不理 而且有时候 其实他很奇怪的工党 老实说英国和 中国的关系 不是很差的 但他好像不闻不闻 他和澳洲也不像 澳洲之前 亦是很麻烦 中澳关系很麻烦 林德伟说英国和中国的往来 准则是三思 就是竞争 挑战 和合作 听起来好像很矛盾 对啊 竞争 挑战 合作 合作 有挑战 有竞争 竞争和合作 其实有时候很难的 如果竞争太厉害 你很难合作 因为大家搞了 合作 对啊 他也说了 现在 審查是怎样的呢 可能是贸易 投资 国家安全 并且需要一段长时间一年 拜登初上台的審查 对华政策记得 很久 他们民主党 很难如何转身 因为国内的民情 就算共和党 没有夹你 反中的大势 对啊 很难有什么大改变 所以他说 赫錦麗 因为赫錦麗现在是副首 若耳之 是 是 是 资华派 但是资华派不代表 他不会对华英派 他说是普通话 在中国教过书 那又如何 你看看 美国国情 整个国内的人 对中国的印象都是差 没错 这个当然是媒体不断发动 煽动 如果你说资华派 记得以前蓬佩奥的 助手 死了 不记得那个华人 好像六六四走过去 那叫什么 不记得了 反正是华人 他也是资华派 他说更加要大力 压制才行 对吧 所以 很难说 他了解 或者有一些在华经验 不代表他会亲华 现在 共和党就是打他亲华 你过去怎样怎样 因为他做过那些游学团 去大陆的游学团 那些很小事 对 当然是小事 他一定会继续 继续 肯定做政客 那 我相信 就算怎样也好 是 何锦麗上台 他的这位 副首 当然是 副总统 其实是一样的 我觉得 他整个大势 他不会是因为 他去过中国 有些什么什么的经历 就会是 是不是 可以这样说 不会因为他在中国教过书 或者是懂普通话 就会变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他只会是 沿着他的条路 甚至 我们想想一下 当时 China Joe 不是的 拜登的政策 更加辛辣 是吗 更加辛辣 我记得那位叫什么 余茂春 记得吗 哇 那位 那位是很辛辣的 蓬佩奥那些 是最激的政策 最反华 最抗中政策 全部是余茂春想出来的 余茂春是 在中国 土生土长的人 所以 他是不是会 留一手 我觉得是不会的 我觉得可能 你说我 其实跟梁天琪一样 我越是强烈的政策 越是强烈的 证明了我不是 是不是等于有些本土派 有些本土派是大陆出生的 他以示自己是真香港人 是比本土 真是土生土长的 更加本土 去得更尽 更加激进 说得更加大 所以其实这个余茂春也是 余茂春也是 有些人说 你是中国人 你是大陆过去 所以他的政策 是很激烈的 非常厉害的 当然他也是被 中国大陆制裁了 余茂春 做的那些 他就是很有 跟中美脱钩的味道 非常有 非常有 记得之前 他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 美国 对华政策小组 那些全部是很辛辣的 那些全部都很辛辣的 所以你说 现在这位 是否会对中国有些留守 可能会更加厉害 我觉得就是这样 所以就不要 有些事情不要一伤情愿 就对了 说回英国 英国其实现在 这位大臣他也说得对 你怎样都接触 怎样都接触 也有 记者就问了 就问 英国可能派 外交大臣访华 那有什么是 就是问了王毅 王毅就说 中国是重视英方 表示从长远和战略角度对话关系 愿意跟英方一起 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 释放合作潜能 助力各自发展 同时也加强国际事部的沟通协调 是承担英俊的责任 并且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 他当然也说 中方 愿意跟英方构建积极稳定的双边框架 和暢通的交往渠道 这个当然 林德伟也有回应 英中关系是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是重要的 也说英方愿意跟中国保持 是沟通交往 这个跟美国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也没用 一样的 英方也重视 跟中国 在国际事务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共同 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其实这个澳洲也说的一模一样 没什么 好 这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是什么 你知道 是 外比营 外比营就是NBNB 没错 原来NBNB 他就说 美国消费者 现在 是 趋于紧慎消费 所以令到暑假的订单 有影响 原来他们也是 警告 就说现在 虽然是临近旺季 已经是旺季 因为暑假 这个需求 看来有点衰退 看看 这个NBNB 的收入 他们调低了 因为对于今次的暑假 不敢太多的借购 原来 截止到今年6月30号 季度同比增长到11% 而同季度同比增长 就降到8%到10% 即是都是差了 跟上一个季度相比 夏天暑假这个旺季 夜间住宿和体验预订 表现是算温和的 但同时亦都看到 美国客人 现在紧慎很多 即是花钱 是没有以前 以前可能不想太多了 现在不是的 也是想的 亦都说全球范围都很糟糕的 临时的预订是增加了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奥运效应 因为他说巴黎 巴黎多了 但你记住巴黎 他都没想到 价格不能上升 原来过去12个月NBNB的股价跌了10% 而财务 报表发布之后 他也跌了10% 十多 也挺厉害的 不知为什么 可能觉得 好似 因为你就是侧面看到 大家愿不愿意花钱 这些住宿 他不一定不去 但他可能有些好一点 有些民宿很漂亮 有些贵一点 有些便宜一点 他可能 选择便宜一点也不奇怪 是吧 他们CEO 就是 Chesky 他也说 原来他们公司10月份将会推出新的共同招待市场 用在连接那些有空房间但是 没有时间接待客人的人 以及那些有时间但是没有空房间的人 大家互相利用大家的这个优势 你有时间 没有房间 我有房间 就没有时间 可以大家合作 这些东西也是聪明的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可能当中也有一些矛盾也不奇怪 你知道 这些东西涉及钱 大家合作始终人 都是感情动物 到时有什么矛盾也不奇怪 要管理好了 他也说从明年开始 NBAB还会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 支援全球1000个顶级的 Event 包括 国际体育盛事 和一些节 日 为什么呢 现在都要用这些 是 城市的批评 这个也是 刑事的方法 你用 奥运作一个例子 它也是城市公营了 也是一般的 这个也是 除了NBA NBA可以看到趋势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Uber OK 但是 他们就OK 他就OK 他们反而是有这个 residence 有银性 当然 这些银性 NBAB也觉得 会不会随着 这个经济 你说他真的衰退 未有真的这样的数据 主要看起来的气氛 不要大家不用花钱 是没有信心 大家都没有信心 这样会不会是令到 业绩受损 他们就会担心 所以他们也是 下调了他们的 是业绩的期待 就是这个评估是下调了的 以及上季度 正收入是很不幸的 也是下滑了的 下滑的幅度是8.15% 也挺高的 5.5亿美金 但是 比市场预测好 因为想起码 跌6亿 结果是跌了5.5亿 但是也是跌了 也是跌的 全球经济的环境下 紧慎消费是很正常的 好 这是第二只新闻 最后一只新闻 终于说到他了 就是这个玉尔芝 是何錦麗的新搭档 他的外形 要搞一搞 因为你这样看出来 好像鉴到这儿 activity 烧热司夫雌尾的头发多了 即是拜登 但是他们老年轻dimensional 但是给人感觉好像在年纪 hottie 他是老赫金一年 赫金鬱毫子 gerade 59%只是60% 路上 是的 其实这不是最大的致命伤 最大的致命伤是全国的致命度很低 你知道吗? 原来现在NBC和其他媒体做的联合民意调查 71%的受访者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对他没有意见 但这样可能也有优势 优势和劣势都是同样的 优势是没有什么人认识 劣势也是因为没有什么人认识 始终他出过书 都是知名人士 他挺出位的 原来17%的人对他持正面态度 12%的人是负面 也好起码是正的比较多 相比之下 原本是想着宾州州长 就是 Cherpio 其实他的知名度就很高 那么53%的人听过他的名字 25%的人是持正面态度 23%的人持负面态度 所以正值是2% 但是刚才的人气比较低的正值是有5% 所以这个就是很难说的 当然他说辩论当中 会是拼下万事的 昨天听了他 他说他说 万事不像是 美国中暴人 乱差地说 他常常假扮 常假扮是基层 其实他不是这样说 当然 如何令他人气急升 我觉得我不担心他人气急升 因为始终是看静的人 也是 他可以把白人区的 所以 我真的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 你说了这么大问题 我反而觉得 人气低可以有人气低的打法 就是选战 对不对 多一点空间 人气高的话 你很多套路 或者往迹 会被对手拿出来攻击你 对 对 好像万事那样 你骂我那样 没有小哥就只会养猫 其实这些 和你说的这些 说真的 你说的这些 大家都知道 是不对的 而且你之前 也说过很多 古怪的言论 古怪的言论 究竟行不行 这个就是大家自己想 当然现在他 依然是明年苏达州的州长 但之后选 应该是 辞去职务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别说是 凌产 感谢观看